若是像香港、新加坡、台北、东京之类人口密集的大都市,一旦遇上丧失侵袭,那么要多久便会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感染,变成活失呢? 笔者将这个问题,发问于新的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,再加上若干个人假设,醉得出来的答案竟是11天。 若属实的话,相信只需约一个月的时间,我们聚居的大城市,八、九成以上的活人将变成丧失,比任何瘟疫不知厉害多少倍,故此大部分丧失电影出现的情节将不会出现,只因人类尚未搞清楚该因如何对付这些怪物,自已足变成一份子了。 这套在Netflix刚上架的《僵尸100》,在成为僵尸前要做的《一百件事》属于一套别开生面的丧失电影,正如本蓝曾指出过,赫里活近数年多集中拍摄漫画英雄电影,丧失片数量急剧下降,反而韩国却一军突起,自施杀列车、施战朝鲜、僵尸校园等作品开始,竟成了此类作品的主要产地,更能拍出另类风格,成绩优异。 回看亚洲另一主要电影市场日本,笔者看过由他们所制作的丧失片却不多,记忆中仅有2016年的《请教我英雄》,以及2017年的《施杀片场》两片而已。 来到本片,导演却能在传统套路中搞出新意思来,充分反映日本文化及民族性,更让上班族产生另类的会辛苦笑感觉,也未可知。 故事话说男主角是个刚从大学毕业,初出茅庐的上班族,正庆幸找到自己喜爱的工作之际,却发觉哪间大公司苛刻非常,辅上班首天,上司便要求他立即通宵加班两天,弄致面无人色的归家,如此向奴隶地工作了一年之后,一天一觉醒来,竟发觉这个世界已由丧失所主宰。 本片跟其他同类型作品与别不同之处,在与主角集后竟觉得,原来被丧失所包围未必是见苦事,自己反得已好好休息一顿,享受人生,叹得笔者大敢哭笑不得。 而导演可能也受了合理活电影《丧失乐园》《Zombieland》的启发,《暗》,本片改编自日本漫画,但笔者没有看过原著,让男主角于乱世中重获新生,胆于放胆追求自己喜爱的东西,更在记事部中写下自己在被丧失咬死之前,想达成的心愿。 电影活现出日本人高度服从的民族性,害羞内向的男主角虽然满腔热情,但当众欲上司之时,却立即变回隐隐意义的小职员,全无任何反抗念头,高度发挥日本人高度服从前辈上司的基因。 但导演却巧妙地为他设计了一个足与战的关系,在逃避丧失的过程里,巧遇上其同班好友,与基督来独往的坚强女孩子,三人一同驾着车四周去达成心愿的过程,为全篇最让人看得心旷神医的部分。 笔者在这段剧情,方领略到孔子所说的《未知生、焉之死》这句话的真正意义,当我们尚未领略当人的乐趣或宗旨之时,丧失的威胁又何足俱灾? 所以内敛的男主角在最后充分体会到此点后,敢于跳出自己的舒适圈,去当上帮助别人的真正英雄。 最后,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频道。 请在YouTube上订阅、点赞、给予正评。 谢谢。 谢谢。